他在追一個神豬的議題 就是很多 現在還有少數一些廟宜 他們的藝名祭 或是一些廟會活動 還是會拜神豬的主公 他覺得那個東西很不人道 因為神豬都是強迫餵食 他知道的都是強迫餵食 餵到這麼大 每個人都在比賽 比誰餵得最重 然後又餵不死 那他覺得 他想要用拍紀錄片的方式 把那個神豬餵食的畫面呈現出來 但是就像剛剛文次的問題 我們如果直接去問廠商 直接去問做那些事的人 人家會反胃或是說 不曉得不會告訴你 太多真實的面相 那時候你就要喬裝採訪 是臥底採訪 但是其實臥底也沒有太難 他就是假裝他要養神豬 他就假裝他是消費者 他是客戶 他要幫他們家像一頭神豬 然後他就網路上或是電話簿上面找 因為那些神豬他們也會提供說 你們如果要養來找我 會有那些店家的資訊 很容易找到 反正他就找了一個在養美的家 然後他想要讓這個戲演得像一點 就找了兩個人陪他去當課 我就是集中一個 對就是用這種方式也可以去試探 或是去旁敲測集到你想要 那再來就是說 你問到一些事實之後 你想要去讓他這個訊息有效的發生影響力 那一定就是要讓官員 讓該負責的人去重視你所報導的題目 那其實我們做獨立媒體或是公民記者 不是那麼容易 那你們看剛剛萬文豪他分享上下的例子 他其實就是一個蠻聰明的策略 就是他調查了那個米粉的問題 他發現消息會以前有針對這個開過記者會 他就結合民間團體去開個記者會 讓其他大媒體所謂的大媒體也一起來報導 那官員就不得面對 雖然就是到最後要去達到想要的實際的改變 還沒有那麼快發生 但是起碼就是比自己一個人報導 有更有那個對官員產生壓力 對該負責的人壓力 然後後來那個洗衣經也是找主婦聯盟報導 所以各位回去看一下洗衣經的這個系列報導 然後比較一下其他的 有機會再比較一下其他的問題 譬如說大姐在大愛 如果說抱一些 有想要抱一些有影響力的事情 是採取什麼做法 然後看看苦勞網或是其他讀的問題 環境資訊中心抱的一些問題 是大概是怎麼樣發生影響 比較一下 那可以在下禮拜問老師更深的問題 這樣子 好 有沒有什麼想要分享的 回饋的 老師 或是給王老師建議我回去告訴他 請他多剩下什麼 老師我覺得剛剛講的這個東西 有一點吊詭 因為我有一次去跟人家 不知道怎麼講 結果他說他最討厭記者了 所以你不要是記者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記者傷害了這個人 我們訪問的人對記者的信任 因為他因為不因為你不是以記者的身份來見他 所以他對你沒有沒有設防 可是我覺得那種那種得來的information 就像我上次碰到的人 所以你要考量倫理問題對不對 考量倫理問題在你可以有各種不同的做法 在瑞珠做那個審柱議題的時候 他都沒有去 他雖然有拍到那個農家的正面 賣豬的那個人正面 可是他在最後發表的作品並沒有 都沒有讓那個人的正面去看 因為他本來就不是要攻擊這個人 他本來就是 他只是要探討這個行為 這個長頁 所以你在報導 或是如果是文字的話 你就是不要去攻擊個人 那影片的話就 不要去讓他的聲音 跟真實的影像 對 但是問題是那個人就被傷害了 因為他對你是他沒有設防的 但是你講出來的話 那在他同一個行業的人 人家聽到他的聲音看到那個場地 就知道是他嘛 對不對 我的意思是說 你知道他的人本來就知道他在做這些事情 對對對 但是他 他不想要讓大家都知道 可是這樣一來他就變變 就被迫被知道 我的意思是說 在某種程度上來說 就傷害了人跟人之間的互信 對 所以就是說你想要用這種方式做的時候 你就是要自己去 在心裡面自己去拿捏 就是說你覺得你值不值得為了獲得真實的資訊 去破壞那個某種程度的信任感 你覺得值不值得 那是每個人有不同的答案 我們這些官員都被告知說 絕對不要跟記者做朋友 記者一定是會出賣你 所以 真的 你在這個我們被訓練的過程中 一定都是告證你這樣 那就是每個人有不同的 但是因為都在一個記者的帽子底下 所以大家會有很多負面的 通通都加在這個帽子裡面 那我覺得但是 我覺得是說 你每個人還是有自己要去思考 最後你只要知道說你做這些事情 你有去評量過 有辯證過 有在反思 就是 其實你會越做越好 基本的原則 注意到有時候 人當然你說 全面 面面都顧到 那也不太可 就是你要取捨 對 你 你最看重的價值是什麼 當各種衝突的 互相看起來可能不能堅固的價值 你一定要取捨的時候 你就是要去判斷 那就是每個人都會考慮 有時候會考慮立民的 釋放你的消息 也是可能就是 對 也說為了這種目的 有時候也會想到說 讓事情往好的方向 他可能會稍微違背 職務上的倫理 他把業務上的秘密事項 洩漏給他信任的記者 也有可能是這樣 但是就是 在每個行業都會 不管做什麼事情 一定都有這樣的難 我現在跟大家講這些事情 我就不能回去陪我的 陪我的小朋友 那讓我的老婆更累 就是你做每件事情 都是這種拿捏啊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一樣的 就是在做決定之前 有過思辨 有過考慮 就是一個基本 那後面 大家質疑你的時候 你就可以再去 根據這些質疑跟回饋 去調整 我們也會對 某些很盡責的記者 也是還是會很盡負 但其實這都很末端啦 因為剛剛 文豪老師分享的是 扎實的基本 就是說 你還是要想辦法去問 可能接觸到的業者 或是從事這些行業行為的人 盡可能的問 你總會問到 甚至如果說 你現在問不到 就是在 在 碰到下一個機緣 你就遇到另外一個線索 再把它串起來 這都是 那真的是 剛剛講到說 要做比較 比較那個 冒險 比較激進的事情 要去臥底 要去假裝 冒充 身份這些東西 當然就是 前面那些 正規的步驟都做不到的時候 都沒有得到 沒辦法得到你想要的時候 再去考慮 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先休息 班長 有什麼事 講